接着来掌握全球现场是亚洲首富安巴尼 他在这个身价1140亿美元 那他也是呢 这个印度的信实集团董事长 最近为了他的儿子 连续举办了三天的婚前派对 收邀的宾客大友来头 我们一起来看看了 好 他请了真的好多人 我们来看到的是哪些大咖呢 包括美国歌手雷哈娜 还有这个脸书共同创办人 祖克博跟微软共同创办人 比尔盖茨都是坐上宾 堪称是印度的世纪婚礼了 今年66岁的安巴尼 是全球富豪排行榜排名第9 同时他也是亚洲最有钱的富豪 他的小儿子今年28岁的阿南特 今年7月要跟女朋友结婚了 他女朋友是马尚特 那在婚前派对连续三天 他的出手就非常酷 宴请了5万多名的村民 聘用了100多名的厨师 提供超过500种菜肴 还说绝对不会吃到 重复的菜色呢 好 中天的节目 CTI Talk 网络论坛 两岸下一步重磅对谈 2024大陆对于台湾的工作会议 在日前结束了 那么表现跟去年有哪些差别呢 又有预警了 未来的什么样的台海前景呢 今天晚间的8点钟 请您特别要准时锁定了 满满内容的CTI Talk 网络论坛节目上都会有精彩分析 好 此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在昨天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有宣布 在北部湾北部要划设领海基线 海干的范围是包括海南岛的西部 到广西的南部的这个海域 这是大陆官方时隔12年 在首度宣布了领海基线 专家就说了 在意味着新的领海基线内 都属于内水等于是领土的主权部分 未经许可的他国船只 是不可以进入的 北部湾 这属于封闭式的海湾 是中国跟越南的海上分界 在南海主权的争议当中 大陆在1953年 主动宣布放弃11段线的中卫 与这个北部海湾的两段主线 改为九段线 承认越南在这个领域的权利 不过去年呢 大陆的自然资源部 发布了一个新地图 而又在台湾的东部增色了一段 叫做变成了十段线 好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到了 现在今晚海域的翻船事件延烧 也变成了一个国际话题咯 而CNN的台湾时间 今天凌晨的新闻特别 有播出驻台记者在金门的采访 他们也特别直及了 惊吓海域的紧张情势 特别访问了当地观光船的船长 这位船长是张先生 他特别说 其实整件事情从2月14号到今天 都很担心 两岸会发生重大的冲突 我们也看到他在高细航上 您可以看到 处于香港的 160区域 你看到这篇线 美国汽車民迹 部门 中国汽车 有部门 中央 我看到海外汽车 我们都是线权的 海外汽车 部门 从中央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篇线 两个月 连至4个月 过 中国的海外汽车 已经有道具 一切 我們的船長說 這就是他們在看我們觀察他們 台灣人的旅遊艇員 你是擔心這場是 台灣和中國的大陸戰爭頭的大陸戰爭嗎 坦白講 我擔心 我擔心 但這不是我們人們想的 如果有一個大陸戰爭 兩旁會被嚇壞 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義生俊火車兩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Ьn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üm预 Masу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